苦为一年的凤林镇将举办久久长寿宴 7号上午于客家文化馆举行记者会 镇长萧文龙表示 运用在地食材举办长寿宴 将凤荣地区农会农民生产的食材 融入在菜单之中 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共襄盛举 最具在地客家味道的特色美食 凤林镇长萧文龙表示 凤林是以客家人为主的客家小镇 客家文化更是凤林的年度盛事 透过凤林客属会的协助 才有办法每一年展现不一样的客家文化节的风貌 欢迎大家10月29号能够来到凤林 晚上则是到曼城公园看客家大戏 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长寿宴 那今年疫情大家也比较反和 所以今年重新再来办这个酒酒 长寿宴 那我们今年办的菜窑是比以前更好 过去每次都是很快就被秒杀 那我在这里也希望说 所有的观光客 以及客家的好朋友们 想要来看我们这个凤林的客家家年法会 希望说提早来这里参加以及订做 我想大家应该会吃到很好 很满意的客家的美食 凤林正名代表会主席林建平表示 感谢凤林客属会志工们 每年客家文化节才会圆满成功 毕竟工部门的力量有限 但是名利无穷 再次感谢客属会志工们的辛劳 那怎么样让我们的客家文化剂的活动 能够更精彩 那结合所有的志工 甚至我们所有農会当委 我们所有的百姓的参与 让这个文化剂在凤林 能够发光发热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们还有很多需要 更加精进的地方 也希望在座的所有的人 能够让我们校生长 定定的基础之下 让属于我们客家的日子里面 在凤林 它更加的光彩 凤林客属会理事长梁天登指出 10月29日登场的客家文化节 不仅有创意采接 全天也安排精彩客家表演与摊位 中午则是有限量的99桌长寿宴 晚上另有客家大戏可以欣赏 大家一起喝茶 吃土豆看大戏 此外感谢凤农地区农会 每桌赞助1500元 鼓励选用凤林当地的食材入菜 让民众可以以每桌3000元的优惠价格 享用大厨 透过四文四朝的凤林长寿大宴 记者凌杰凤林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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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